第十五 公司 公司有那么多律师不找 她为什么偏偏找你去啊 我们律所在竞争 智琳的法律顾问 小月 你出去吧 你吵死了 不行 我今天必须说清楚 你不是很讨厌她吗 干什么跟她那么亲密呀 我要不是因为你 我才不去找她呢 好好好 你跟她吵过几回架 就跟她很熟了 你当我是傻子 你以为你不是傻子呀 人家林启正 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 你还以为她跟我在这儿 大动干戈的 你成熟一点吧 赵小小 小女孩林 小女孩林 小女孩林想她 我就直接奔响 臭屎 吵什么呢 吵什么呢 都多大了 不怕人家听见笑话呀 妈 让人笑我的是她 她抢我的男朋友 不要你 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妈 你别听她胡说 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她的男朋友 我跟那个人也不熟 你跟她不熟 那她为什么牵你的手 帮你拿包 还那样看着你笑 你说电视上那人啊 你这孩子 你不知道你写有恐高症啊 欠手怎么了 你且不会抢你东西的 妈 你别总惯着她 你看你看你看 她都不敢热面回答你的问题 她心血她就有鬼 来 邹羽 你不会因为她移植了耗人的心脏 你就爱上她了吧 小雨 你不会犯糊涂吧 我又不是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什么家庭背景 什么感情状况 我干嘛要抢这条浑水啊 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啊 你站住 我警告你 以后 不要总把心脏的事挂在嘴边 你就闹了你 你好 我不认识你 你可能不记得了 我就是五年前 你那个案子的律师助手 我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帮了我很多 当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想为你争取宽大处理 可是 很遗憾 五年都快过完了 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完了 你还来做什么 我今天来是想请问 你身体不舒服吗 肾病 你想问我什么 我想问你认不认识林启正 我想问你认不认识林启正 我不认识 安倩就是李小慧 对不对 阿姨 她每天都很想你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李小慧 你还记得游乐场的摩天轮吗 每一年您过生日的时候 她都会到那儿去怀念你 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摩天轮 这是我的名片 您考虑一下 如果您改变了主意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安倩在复生期间表现一几点好 安倩在复生期间表现一几点好 本来判的是七年 后来减刑一年 还有半年就该刑判释放了 我看她好像身体不太好是吧 她身体一直不好 两年前检查出了肾功能中度损伤 后来病情一度恶化 几次差点没有抢救过来 建议的条件你也知道 按理说应该尽快申请保外就医 但她说自己没有家人 也没有亲戚 也没有家 那这五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吗 其实有条件的话 应该尽快申请治疗 我明白了 我会冲断她的聚保人 马上为她申请保外就医 要是她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立即通知我好不好 谢谢你啊 行 谢谢 喂 气消了 你有时间吗 我要见你 想我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你踢我那一脚到现在还静着呢 你要是忙的话 我就去公司找你吧 好 好 那我等你 这个明天早上一上班给财务部 好 这个给法务部 好的 阿天 你干吗 给你个惊喜啊 借你下班 我晚上还约了朋友 可是今天大哥安排我们在婚庆酒店试吃啊 欣耀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种被安排来安排去的感觉 你们要约好了 你们就去 去吧 我晚上还有事儿 对不起啊 都怪我不好 我下午逛街逛得太高兴了 就忘了通知你了 你看今天大哥你爸还有奶奶都去 给个面子了 晚上真的有事 那不然这样好了 给你朋友打个电话 反正都是朋友 大家一起嘛 算了 咱们先走 我路上给他打 早 我今天临时有事儿 我们改天再约吧 我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你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确实没时间 那好吧 好 这么巧啊 林总 江小姐 邹律师 这么晚还来公司啊 我那个 约了欧阳部长过来拿一份文件 他是不是下班了呀 你要是没有提前约他的话 可能会白跑一趟呢 我们约好的 邹律师 今天晚上我跟阿庆到婚庆酒店试吃 要不要一起过来 我正好需要朋友的意见 这样的 我就不去了吧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二人世界 我这个外人不好参与的 我先上去了 那你先忙 再见 林总 江小姐 来 欣雅 我有份文件落在办公室了 我上去拿一下 你给阿翔打个电话 叫他送下来啊 对 这文件还挺重要的 我还是自己去拿吧 我要跟你一块去 那何必呢 跑上往下的多辛苦啊 我才不怕辛苦呢 我就怕你跟别人 从后门跑了怎么办 上车子 我还没收拾 我还没收拾 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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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周律师 好 我马上就过来 周律师 感谢你及时赶过来 你早上离开后不久 他的申请事就发作了 抢救过来第一时间就是申请你的探室 谢谢您啊 行 那你们俩 注意时间 好的 再给我看看他的照片 好 他好吗 他很好 现在他是志领集团的副总裁 青年裁军 人又可靠 好 他好就好 阿姨 要不要我帮你申请他来探视你啊 不 我 不要 为什么 你这么想他 让他来看看你啊 我知道他过得好 我心里就满足了 他不知道 他有我这样一个做老的梦 我 我也不想 别人让我 来毁他的前途 我宁愿他牛有遗憾 我也不想 他见到我以后 以我为之 不会的 不会的 阿姨 那你能不能允许我 跟你办保外就医呢 那你答应我 那你答应我 答应我 不要把我的情报告诉他 不然的话 我宁愿死在这里 也绝不出去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 我尊重你的任何决定 周律师 有位女士找你 请他进来吧 你好 周雨律师对吗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是这样的 我今天呢 去精神病院看我侄子 在同病房呢 看到个小伙子 叫刘强的 托我来找你 请问你认识他吗 刘强 对 对河南人 个子不高 然后呢 腿呢 还有点残疾 他说自己没疯 说你还答应过他 什么帮他打什么官司 看了他说的真疯话 不好意思啊 你说的这个刘强 我记得他 他怎么去了精神病院呢 这个我都不太清楚了 我知道 这个事您已经跟我说过很多遍了 这事交给财务部去做好不好 我这儿有点事 回头再说 周雨 我麻烦你高抬贵手放过刘强吧 不是 什么意思 你把一个民工关进精神病院 不就想继续卖你的烂尾楼吗 他答应过我出来之后 我什么都不会再说的 我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这 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后来我没再见过他 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吗 你林大少爷动动嘴皮子 底下多少人替你办事 上次服装店那事 不就是这么处理的吗 这是你林启正做人的一贯风格 周雨 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毫不介意 但如果是你 我特别失望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你做的 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了足够的了解 不需要解释 你不敢解释 你心虚 林启正 你做人就是这样 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你为达自己的目的 可以把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送到精神病院里边去了 对对对 所有的坏事都是我做的 可以吗 你这样的人 我的律所见多了 我以为你变了 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但现在看来 你跟他们一模一样 周雨 你到底是来这儿干吗的 你不就是到这儿来找答案来了吗 可是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好 你带着自己的答案到这儿来 证明你是对的 为什么感情是这样 工作你也是这样 我在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判罪定刑了 你告诉我 这事是不是你做的 我总在幻想 你已经足够信任我了 可是现在看来我错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没什么好说的 林启正 我希望你怎么把他送进去的 你就怎么把他给我送出来 不然明天早上你会收到我的 律师信 我知道你会怎么说 在你的心里 我永远都是那个站在被告系上的林启正 你在这儿安心地养病吧 医药费的事你不用操心 医药费的事你不用操心 陈建商既然答应私了 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一个满意的数字 谢谢邹律师 也请您代我谢谢小林总 你为什么要谢谢小林总 他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你还要谢谢他吗 其实我去闹事 是我一个远方老表指使的 他说只要我去烂尾楼闹事 他保准把陈建商欠我的钱还给我 可我也不傻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钱还给我 他就告诉我 他背后是智林的大老板林启哲 我当时脑子一热 也是被逼到了绝路 所以我就答应了 那是不是林启正知道了这件事情 就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呢 不不不 送我进去的是林启哲的人 我在我老表家里见过他们 没想到 我给小林总添了这么多麻烦 他还不计千仇 还派人把我从精神病院捞出来 还给我治病 我 你在公司吗 对不起 我可能错怪你了 阿翔 你进来一下 阿翔 你进来一下 阿翔 我要交给你一个光荣尔监局的任务 你说 一会儿周律师打电话就说我平了 在医院住院 行 快快快 借 来 来 来 齐正 周律师 我是阿翔 那个林总出了点事 现在手机在我这儿呢 出什么事了 他昨天好像被什么人给骂了一顿 心情一直都不大好 我今天一大早 心脏病给翻了 现在送去医院了 哪个医院 是 人命医院 我马上就过去 护士小姐 请问一下你们这儿 有没有送来一个叫林启症的病人 林启症 我们这里没有林启症 我今天上午刚刚送来的 心脏病突发 个子高高的 高高的 好像有一个 现在还在急救呢 你已经告诉我 是不是你做的 我以为我们之间有了足够的了解 不需要解释 你不敢解释 因为你解释不了 你心虚 林启症 你做人就是这样 你为达目的不择胜算 你为达自己目的 可以把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送到精神病院里边去了 这些幻想 你已经足够信任我了 可是现在看来我错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也有什么好说的 那样 用不担心的 跟他一直在买 这有什么 就很有什么 对 那我 看开了 我 这位施主 有什么想不开的 可以跟贫僧说 贫僧替你排忧劫难 你出来了 你没事吧 医生怎么说的呀 你希望我有事吗 你耍我 别急啊 怎么又是你啊邹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这样面生得出来啊 你先错怪我一次 我耍你一次 正好扯平了嘛 再说我已经原谅你了 你也就别生气了啊 你死了我都不管你 你都哭成那样了 你还不管我呢 气死我了 就怪那个死大象 要不然我早就拍到了 喂 妈呢 睡啦 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在欣赏我们家起正 侧面 侧后面 后脑勺 帅 什么呀 你照片哪儿来的 我拍的啊 你跟踪偷拍的 这哪儿是跟踪偷拍啊 这在街上就叫街拍啊 晓月 你不好好上班 你干吗偷拍人家呀 你知不知道 你触犯人家隐私了 姐 你别以为我不懂法 这又不是在她家 你就当我是她的狗仔队呗啊 晓月 你别劝我 我必须找出我的潜在对手 否则敌在暗我在 我怎么能够赢呢 等等 等等 就这个 这个 看 看 看 就她 嫌疑特别大 晓月总监去医院 跟她聊了很久的天 要不那个死阿祥拦着我 我早就排除她照片了 只可惜我那小卡片机 我推不上去 一点都不给力 找机会换一个大炮 晓月 这个星期妈帮你安排安排 相亲 我还要相亲 就要跟你说这几人呢 我看时不待我啊 就这周末吧 赶紧让她谈恋爱 别老在家上演 一个人的爱情去 我哪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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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啊 太好了 我心情太激动了 好期待哦 我哪是一样的 月月 相机借我用一下 我要去取账啊 我哪是一样的 我还要 这到底你取账呢 我给你买了早餐 干嘛呀 周月在家呢 你有话快说了 那个 昨天你不是说找我有话说吗 现在没有了 昨天她来得特别突然 你跟江新瑶的事情 我不在意好吗 周月 让你说个在我心里有我就这么难吗 我在不在意有什么区别呢 你还不是照样个人上演 轻轻我我的真人秀 你看 你又在拿你的逻辑在推断我 你说每次我在你身后 闪三下车灯是什么意思 不然的 是我想你 这就是你的逻辑和我的逻辑 是不同的 但有的时候不是靠逻辑推理的 是靠眼睛看的 如果你觉得我 因为你跟江新瑶很亲热 就很受伤很难过的话 你错了 你们是情侣 你们只不过是在做情侣 最应该做的事情 我哭只是因为我的仙人掌 你说她很扎手 我就把所有的菜都拔了 拔了之后却发现 她很快就枯萎了 我就把仙人掌扔了 周月 有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周月现在在跟踪你 跟拍你 她想知道你除了江新瑶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虽然我跟你没什么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也对我受无辜的牵连 在公司也不能见面 公司那么多员工 如果你不刻意制造机会的话 应该不用跟每个员工见面 对吗 我姐拿走了我的相机 我现在没有武器了 你有没有那种大炮啊 什么飞机大炮啊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不是跟你打过电话说了吗 让你给我找一个狗仔专业照相机 你要那东西干吗 你赶紧给我回工作去 我不是要用来拍你哥吗 我在这儿呢 来 拍 哥哥 你误会了 他是要给我们公司拍一些宣传册 要拍一些什么大楼啊 样板间啊什么的 行 那把拍的样板间的照片给我看看 昨夜 你先出去 我不是让你替我好好管教他吗 你怎么经我帮倒忙啊 不是 你跟我说说 你什么心态 你是不是就想看我笑话 不是哥 他那样我也管不了啊 病人的情况很不乐观 很可能会转化成尿毒症 最好的方案是尽快手术和透析 但这个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 需要病人的直习亲属签字 我明白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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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看照片 是啊 哦 对了 我还没有问你呢 你和小郑 是什么关系啊 我是他公司的律师 也是她的朋友 我想多了 我看你为了她的家事 这么奔波 我还以为你是她的女朋友呢 阿姨 医生说了 您的身体需要动一个大手术 而且还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了 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做这样的手术 是需要直系清楚签字的 您还有其他的亲人吗 早就没有了 那我通知你儿子过来吧 不要 不要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你要是告诉他了 我就立马消失 我不要做手术 我现在就出院了 我不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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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告诉他 我不告诉他 行行行 注意影响 注意影响 这么多人 我交出廊 我把货交给你 我怎么跟老大交的呀 你不是害我吗 你不认我不一 别怪我对你下毒手 行行行行行 我怕了 我怕了你让 别怪我 你说我堂当一总经理你 成了你的小跟班 干得好 干得好有奖赏吗 行了吧 你 你怎么了误了 谁说的 跟我哥一弟是吧 还是我好的 要是没你购 我肯定喜欢你 走了 走啊 路总 林总 不好意思啊 等到花都谢了 美女们都等急了 路上有点堵车 走走走走走走走 美女律师怎么没过来 她出差了 我可是指明点信要请她 是是是 不在 今天没人替你当酒 你可要留神找到回家的路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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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来 慢点 慢点 我最近身体不太好 不能喝太多 林总 我们刚刚楼下等你那么久 这杯得喝了呀 不行不行 真不能喝 不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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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第一杯 我确实是不能喝 不能喝 喝好美食 等你那么久 我第一杯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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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三六二四三六 难道说的是她 小妞怎么喜欢这个样子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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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人家的腰在这儿 我的腰在这儿 人家走一步 我要走三步 这腿是怎么长的呀 小妞八糟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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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女的 不过我不觉得 她是任少的新欢 她是跟那个姓陆的 一起进来的 姐 现在的公主已经不能够在原地 等待王子的出现了 因为半路接到的妖精 实在是太多了 简直无法无天 我告诉过你不要偷牌 你非要偷牌 难受了吧 给 她怎么了 喂 你不是不想见我吗 舍不得呀 林总好 下午两点 去你带我去过的 那个游乐场吧 你约我 对 我约你谈谈 那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在那儿谈 你不要迟到了 不是 你听我说 林总 林总 你别生气了 你都不知道这两天 我有多痛苦 是吗 我以为你很忙 没有时间痛苦了 什么意思啊 看你根本就是 昨天晚上喝多了 你怎么知道 我去喝酒去 走月跟拍你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了 那不是生意需要吗 我横竖也不能 把人给推开吧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呢 阿姨 下地走路了 看你今天状态好像还不错啊 是 多亏了你 来 好多了 坐下 走月 你又来看我 你别怪阿姨说话太直 我看你啊 对小镇这么关心 对我也这么关心 你和小镇 就只是朋友 好朋友 对 我们俩真的只是同事 也是好朋友 他那么优秀 我很欣赏他 我看啊 小镇的心里一定有你 他能把关于我的秘密 都告诉你 说明你在他的心里 还是很有分量的 阿姨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 你状态要这么好 我带您出去走走吧 去哪儿 其中跟我说 你以前常常带他去一个游乐场 我最近听说这个游乐场要拆了 要不要带您回去再看一看 好 二十年了 都二十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你看这儿都变得 我都认不出来了 其正跟我说 他很小的时候 我就经常带他到这儿来玩 是啊 那个时候 还不是这个样子吗呢 你在等人啊 阿姨 你想不想 就软软地看他一眼 你说小镇 他在这儿 我们赶快走吧 我不要见他 我不要见他 我没见见他 阿姨你别紧张 你又经过你的同意 我不会告诉他你在这儿的 二十年没有见他了 你就不想看他一眼吗 二十年了 这儿变了他也变了 我知道你很想看看他 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是他 是他 喂 我到了 你在哪儿啊 我还没到呢 你乖乖地在摩天轮下等我 我一会儿就到 是吧 那行 小镇 阿姨 其中就在这儿 你只要勇敢地走出去 你们母子就能相认了 喂 喂 好 我马上就回去 喂 赵云 公司有点事了赶紧回去去吧 不等你了 晚上我去你家接你吧 你别走 我怎么觉得 你像是就在附近看着我呢 小镇 小镇 有一点几点 吃吧 在这儿 一板 吃吧 小泽 小泽 儿子 真的是你吗 小泽 妈 喂